我們看這一題 它要你解這個方程式 解出來的六根 在複數平面上 它有六個點 它的圖形 圍成正六邊形的面積等於通常 這六個根的話 我們怎麼求 我就把它移過來 把六四移過來 我記得六四方 等於多少 等於是 負的六四 六十四乘以負一 那負一是等於一的πi 那這六四的話呢 是多少 是等於八八六四 八的平方 那等於二三之方的平方 等於二的六四方 所以這是二的六四方 那一的多少呢 πi 就π加2nπi 所以的話 所以的話 我們就曉得說 Z的話 就等於多少 開六四方 這開六四方 那一的多少呢 這是六分之π 加2nπ 所以的話,就等於多少? 這0,就等於2,1的6分子πi 這1的話,等於多少? 等於2分子π,就代1 代1的話,就3π除以6 2,1的2分子πi 再來,等於2分子π 4,5 1的6分子π πi 這個代1的話,是多少? 3,3的6,沒錯 這3之方等於多少? 代3吧 3的話,那就是3的6,剛好是π 就1的多少呢? π加6分子πi 等於6分子5π 6分子5 3的6分子7π 6分子7π 6分子7π 再來,例4 就等於2 1的多少呢? 6分子9π 再加2 9π 那計5的話,多少? 計5的話,等於 1的多少代5 10 11 6分子11π auth 2分子3 再加1212 所以,是更好3 加i 然後 1的2分子π 那 这是i 這個等於多少? 給他減一個二拍,減一個二拍的話就是六分之負拍 這個跟這個的話,剛好對稱以來X種 一個是正六分拍,一個是負六分拍 所以這個是根號3-I 他跟他剛好對稱以來X種 六分之七拍,那我就把六分之拍抽出來 六分之六拍,六分之六拍就是拍 拍I就等負一,所以負的兩倍,一的六分之拍I 這個跟這個對稱遠點 所以你通過給他加負號,負跟到3-I 然後這個剛好是二分之三拍 二分之三拍的話就在這裡 所以是負I,所以是負二I 然後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六分之十一拍,減掉二拍 減掉二拍的話呢 這個就等於二的多少呢 一的齁 這是六分之負拍 六分之負拍I 六的十二嘛 這一個跟這個 這一個跟這個 不對啊 這一個的話應該要什麼呢 應該要減個拍 一的六分之五拍 I 就等於一的拍I 減掉多少呢 六分之拍I,這樣才對 那一的拍I等於多少呢 一的拍是負一啦 所以這應該是負的多少 這應該是負的多少 負的 負的 一的六分之負拍I 這應該是負的 一的六分之負拍I 這樣才對 六分之六,沒錯 好,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跟這個的話 剛好對稱以連點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然後這個跟這個 剛好對稱以什麼呢 對稱一個走 對稱一個走的話呢 所以這是根號三 減I 然後這兩個呢 對稱原點 對稱原點 因為一個負的 一個正的嘛 這裡還有個二 對稱原點的話 就是負 根號三 加上I 就等於這樣子 總共有多少呢 總共有 六個根嘛 0 1 2 3 4 五 六個根 那它的面積多少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呢 正右邊形 一開始的話 這個是三十度 三十度的地方 然後呢 圍起一個正六邊形 然後呢 然後呢 圍起一個正六邊形 然後呢 長度是二 所以是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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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的話呢 都加六十度 所以應該在這裡才對 對啦 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這裡的話 是一個I 然後這裡是2I 然後這裡有個2I 另外這裡等於2I 然後這裡2 再這裡3 再這裡4的話 是等於-2I 然後這裡4 再這裡5 再這裡5 這是一個正六邊形 那正六邊形的話 它的面積等於如何 就是六個 六個正三角弦面積 正三角寫的面積,這個邊長是2 正三角的面積,四分之根號3的平方碼 A的位是邊長2的平方碼 所以這是等於6根號3 所以這個面積是6根號3 六個根的話,是這六個根 這六個根 保持這六個根